大家可别把这三个菜当一个菜吃了 它代表着三个地方的饮食文化 大家好 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醋溜木屈 过油肉和木屈肉的区别 有好多网友来问我 说这三个菜的区别在哪 第一 醋溜木屈 它是属于京兴记这块的清真菜 过油肉是属于山西菜 木屈肉是属于山东菜 卤菜系的 醋溜木屈是以鸡蛋和羊肉为主 木屈肉是以什么为主呢 是以猪肉通脊 木耳 黄花 黄瓜片 鸡蛋 它的配料比较全 而且营养也比较丰富 过油肉是以什么为主呢 是以蒜苗 洋葱 木耳 肉片 就是说猪肉片 您使通脊也行 使后腿也行 所以说它的配料和木屈肉有点相近 都是配了木耳了 醋溜木屈是以什么 是以溜的烹饪手法为主 真名 串料 过油肉 这是以华厂菜 木屈肉纯的就是一个炒菜 调好味之后是不能勾芡的 回口的有酱香味 但是又看不着酱油的颜色 这是木屈肉的特点 所以说这三个菜在不同的地域 在不同的烹饪手法上 呈现出来的盘形和盘式也不一样 过油肉是属于油脱底 然后出来它复合味比较好 醋溜木屈是什么 汁现在大 它得抱在原材料上 木屈肉是没汁 人家说了 你拌饭菜没汁怎么吃 它是炒菜的味道 大家试着把这三个菜同时做出来 您感受一下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三个菜三个味道 要是做不出来 那你手艺不行 你要是做出来了 一菜一格 一菜一味 那您是这个 所以说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完了之后 我希望大家在厨艺上有一些提高 这是我的书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